大叔有什么想要取一个人 肯定就是更有共鸣的人会多一点 但是大家也不知道 我刚布公司的时候 其实公司跟我定位了 就是你只能演的 就是最接地气的角色 接地气的这类的角色比较少 那个时候 就哪怕跑龙套的机会都比较少 因为有时候跑龙套它有一句台词什么的 他们也需要一些美女 有一次我是在一个戏 跑了七个月的龙套 在里面是真的一句台词没有 好不容易有一句 那个导演说你演的 你戏太烂了 形象也很普通 跟美女不沾边 但他们都没有想到 我现在演的角色找我的都是美女 但是你说我是个美女 那真是不是 我妈总说我 这孩子脑袋真大 很聪明 就是我 你知道我做了这个行业以后吧 就是头大不是一件 就是那个 是有点吃亏的事 上镜总不显得比别人要大一圈 所以为什么我能从手跟浩变成了主演 肯定是因为我站的体量大 让人发现了 这时候你再大了 想镜 后来一直每次试镜 我从来没有一次试镜 不说到我脸大的 导致最后我真的就是更成长了以后 建筑我是脸有点大 但是我是不成为一个美女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工作 没有办法 我必须得打造自己成为一个美女 我其实这后肩确实有所打造 我们就比如说健身 健身 一开始就在那个跑步机上走步 我感觉健身最好的就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 就我只要来了 我只要哪怕是二十分钟的走步 我坚持好长时间 我真的觉得天翻地覆的一个效果 还有就是我也故意凹造型了 后来我又多看一些美丽的照片 凹她们的那种造型 变成了一些美女的造型 导致会大家觉得是美女 我现在不是觉得自己是美女 就是对自己有自信 但是不是来源于美 还是来源于价值 找到自己就是一种价值 找到自己能做什么 并且你在这个工作中 你真的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很开通 为什么拍摄抖音 很搞笑 对 拍摄抖音的时候是我 冲水水的时候 每当那个水爆出去了以后 我就特别想笑 拿一个可乐放那个 喷泉的那个 那个是我一个朋友张作伟 我看她开始在抖音法 我开始模仿她 后来我觉得真的很快乐 非常快乐 她总会在她评论区爱着我 在我评论区爱着她 然后我就会回一个问号 她有时候后来给我评论下面 有一堆人在下面 你俩生个孩子 你俩在一起 就全是这些话 但是大家开玩笑可以开玩 好玩就好